接棒第三代是慢慢的浮出檯面了 像是去年刚刚完婚的是 华南金控二公子林之佑 林之佑对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喊出说 要在台湾投资100亿的投资金额 他看好的是文创产业 顺其自然 不要有太 那你对啊还是你对啊 那越对越好 去年才告别单身 号称金融圈型男的华南金二公子林之佑 40岁板桥林家第八代 专心盲创投 贴心马云给台湾青年百亿投资基金 竖起大拇指 说年轻人有这个机会 可以成立一些新的公司 也是一些很好的一个机会 在创投圈累积十年资历 林之佑点出生技 电商 节能环保 是今年投资三大主轴 尤其看好台湾的文创产业 都是很好 因为品牌就可以跨国 你比如说艺术品 艺术品牌 或者是餐饮界的这个连锁店 集团媒体春酒林之佑全程参加 其实华南金创投 是华英董事长林明成一手催生 纵则大任交棒林之佑 接班态度却很保守 什么都好 只要赚钱 只要有人出人头地 看他将来怎么打拼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顺其日 目前我是 focus在创投这个产业 搬开企业接班过程 不少第三代浮出水面 除了华南金兽东 国泰集团第三代蔡宗翰是旗下银行策略长 富邦金蔡成如负责富邦娱乐 何寿川长子何一达也接下涌丰于控股执行长 再起位就要做起事 这个其实跟所谓接不接班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成为集团未来茁壮关键 也让这些培训中的接班人 格外受到注目 东森才经新闻 陈米方梁丽 太阳道